就是人是开始找不到什么视野 会把味精跟盐困在一起 就颜色很像啊 但是它的形状不一样啊 但是我们妹子都是从来不用做饭 比如说我出去就男孩子请不吃饭 嗯 好 在刚才的做这道汤的过程当中 哪一位出力最大 宣告老师 我这就都放了两勺盐吗 没有 就是他身为一个 就是男生 我觉得说句实话 是值得依靠的一个人 就是他这样的男人会让人想依靠 就如果我是女生 我会选择嫁给他 那男生呢 如果我是男生 还嫁给他 如果去掉好吗 可惜没有如果 有的有的 现在我们的社会开明度很高的 真爱就应该表白 但是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啊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 就是今天就就着这道菜 现场表白一下死亡宣告老师 呃宣告老师就是 我一直很喜欢你的九块腹肌 干将墨爷 谁与争锋 颜昆悬火 雷霆之怒 梦幻西游手游全新版本 我法宝奇缘 人人都玩 虎玩才怪 他有健身 但是他没有腹肌 对不对 我也不信 这么一下好不好 我隔着T恤我都能看出来他没有腹肌 有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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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没想到 来的继续继续继续 反正我不会接送你了 你不 人生就是不尝试是不会知道的 我还是喜欢柳檐老师 好 接下来是柳檐站队的学员们 我们队除了牛奶以外剩下的一群都是傻白甜 可是那个油是啤酒吗 然后我就好好玩了我们这肯定输了 但是我们拥有一个女神导师全程带着我们完成了这道菜 我觉得我们拿第一没问题 We are the champion 谢谢他们 他们表现很棒 我觉得这道菜80%的功劳应该是在导师身上 剩下20%是在我身上 好开玩笑来第三个战队 杨阳老师战队 说真的看我没什么太大难度 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都会做菜 说句实话我是新东方大个毕业人 真假 真的真的真的 你是新东方学什么的 我是新东方帮他们端菜的 等于没说 但是我说实话 因为我们队里面有三个 他的翻炒的技术真的是炉火成青 所以我本来说这道菜 一定是这三道菜里面味道最好的 好 掌声送给他们 三组对自己的菜都非常的有自信 那么其实真正的好吃或不好吃 并不是他们三组来评价的 我们接下来要有请比较中立的一个人群 也就是我们的大众评审 来有请我们的大众评审 来 首先我想问一下两位一个问题 就目前看这个色相来说 最想吃的是哪道菜 看麦香的话 中间这一道 吃货呢 我是食肉动物 这还没吃 已经被俘虏了 这样吧 我们依次来品尝一下 品尝一道菜 然后简单的说一说 这道菜做的怎么样 来 首先我觉得汤留到最后吧 因为汤不一定能喝 来 先土豆丝 哇 这表情 这酸爽 这道菜做的重点就是 它的土豆丝 这个刀工 还有它的火候的掌握 这道菜稍微塌点 好 好 这个我们大厨尝完了之后 来 自身吃货尝一下 来 评价一下 就是刚刚我听就是他们说 它的翻炒技术非常好 我本来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我除了吃肉之外呢 我最爱的就是土豆丝 一般去饭店的话至少点三盘 哇 对 但是你家卖盐的吧 放多盐了 太咸了 来尝一下第二道菜 别沾汁了 怕咸了 对啊 烦熟了 你这吃菜的过程中 还不忘挑逗一下啊 这位小主 您的吃相好优雅的 这个牛肉啊 其实是不太好做的 柳妍老师做的 柳妍老师做的 我觉得 你是一个很专业的评委 你是同学做的 同学做的 这个菜 嗯 他们做的 还不错 哦 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来来来 我们的吃货说一下 这个牛肉烧茄子 我是 真是头一次品尝 然后我 躺了下茄子 茄子里是 带着浓郁的牛肉的味道 谢谢 我觉得真的非常不错 真的 好棒的啊 好厉害 来 那个阿贝我请问一下 有没有买保险 哈哈哈 真正的boss在后面 哈哈哈 boss 在这里可以回味一下啊 啊 你找什么地方吐吗 哈哈哈 来来 跟你了 你太少了 多来点 哎里面还有蛋呢 整碗吗 整碗 多吃点 多吃点 喝汤是不够的 要尝尝里面的食材 这表情很难演出来的 太真实了 太真实了 他绝对不是一个演员 哈哈哈 你把人 老是给hold着了 哈哈哈 你想想 把味精和盐搞不清楚 一气往里塞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做这种汤 主要讲究的 就是一个鲜 但是它这个鲜和咸 分不太清楚 继续努力吧 这是今天很算客气的啊 我们来听听不客气的 谁做的 就是看上去就不想喝 然后呢 就是 我刚刚没有尝蛋啊 我就喝了一口汤 你家也是卖盐的吧 说实话 我觉得能难吃到哪去 刚才其实有点夸张 因为做节目 需要节目的效果 对不对 干了 干了吧 我觉得你就喝吧 要这样的话 其实是不错的 无非就是咸嘛 对吧 无非就是咸嘛 真的是不错的 哇 演技好 夸张了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棒 要不然你来一口 真的很不错 来来 我再多尝几口 哎呀 你不用这么拼命的 他们不会感谢你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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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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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的工作 真心很难啊 我觉得 说明主持人饿坏了 有可能 哇 谢谢主持人 有品味 我不知道 现在主持人的 劳务这么少 得喝汤充饥 干主持人容易吗 不容易 那你掌声鼓励我一下吧 好 其实真不错 好 再次感谢两位大众评审 接下来呢 你们要给出 每一组的分数 两位大众评审 在真正的过程当中 有请三位导师 来到你们各自学中间 我们已经尽量的把 中西和日本的那种 美食文化 都融合在一起了 在做到这道菜上面 我们也融合了 游戏的文化 以及各种的 各种次元的一个内涵 它虽然是一道土豆丝 但是它里面 满满的都是我们 最强新主播 核心的精华 我们这一队 没有让Sky失望 虽然都没有做过饭 但是 跟姑娘们相处的时间短 但是他们的团体协助能力 非常的强 而且居然也能够配合 完成的很好 并没有个人主义的存在 大家都是非常热心的 想来帮忙 所以菜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挺满意的 好 我觉得我们主 虽然说做出来的东西 不是很好吃 但是我们 几个人都是第一次做菜 然后我们都很享受 这次做菜的过程 很快乐 所以我很感谢大家 也感谢主持人能把这个碗闷了 我们不要提那段不堪回首的老师 先为大家公布的是 羊羊战队的成绩 你们在购买完两道食材之后 剩余的钱数是34块钱 加上大众评室给出的分数 66分 你们的总分是100分 好 及格了 及格了 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大难度 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都会做菜 你随便不管给我什么食材 你随便给我石头 都能给你做成一道菜 他的翻炒的需求 真的是炉火成群 接下来是柳燕战队 好听 你们剩下的钱数 相对于第一组 要拼少 大众评室给出的分数是 95分 那赢了 你们的总分是118分 好高分哦 最后一组死亡宣告 你们的钱数应该在三组当中是最少的 大众评审其实给的分数还蛮好的 评审给出的分数是 60分 所以你们的总分相加是80分 非常遗憾 死亡宣告 你们是最后一组 来 有请死亡宣告组来到主舞台 带领你的成员 谢谢两位大众评审 那么接下来 要你从 你这些心爱的成员当中选出一位淘汰 谁走 谁留 这个真的很难选 因为每个人都很棒 然后都很努力 都有自己各自的才华 现在我觉得就是 你要从你最心爱的成员当中选出一位 即将离开这个舞台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晶晶 晶晶很遗憾 你要离开这个舞台 我还是尊重老师的选择 会有遗憾吗 还是会有一点遗憾 我觉得如果下次我带来到这个舞台的话 然后我可能会要多表现一些 然后让老师能更多的关注到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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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晶 把掌声送给他 谢谢你 晶晶在这个舞台上 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我们会记住 那个喜欢画画的女生 那个安静的女生 我们也会记住 你给死亡宣告画的那一幅漫画很可爱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 其实每一位学员在背后呢 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在我们这里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很全面的主播 会唱歌 会跳舞 会说话 还要会做菜 是的 现在经过了我们本场的比评 18位学员现在仅于17位 当然了 我们这17位 接下来要面临的是更加残酷的淘汰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 到底为我们各位主播们 准备了怎样的考验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期节目 朋友们 再见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判 因为他没有参与这个比赛 所以我没有办法 不去把他淘汰掉 因为 毕竟其他队员都参与到这个比赛里了 然后他这个轮 什么